現在這個正在如火如荼烈霧的時候 拜登在上任之後的第一場記者會 我就故意提台灣跟新疆問題 而且拜登還講了 我將來還要救台灣的問題 新疆問題我還要跟你究責 所以看起來呢 這個也是槓上的這個趨勢 那歐洲現在看起來 對於這個中國的制裁也不會手軟 那明明知道是這種情況 可是習建民現在卻發動了 這樣的一場這個隱形的這個戰爭 那你怎麼看 為什麼他要跟全世界為敵 他為什麼不計這個代價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講 源頭當然是來自於阿拉斯加的美中會談 照理說楊潔篪應該有得到習近平的受益了 去發飆 然後呢可是現場是這樣 在出發之前 他們就已經知道那個地點的選擇 算是對美國來講 算是荒郊野外冰天雪地 然後呢 中間也沒有工作午餐的招待 然後呢也沒有什麼聯合記者會 聯合聲明 分明是擺明了 就是要降低這整個談話的這個格局 結果呢一開頭的時候 這個布林肯就開始踩中共的紅線 中共會前有講 新疆西藏香港台灣 這個是不能踩的紅線 布林肯馬上就偏要踩你的紅線 所以楊潔篪就受到激怒刺激嘛 現在問題來了 會談之後新華社發了一篇文章 裡面提到的紅線四條剩一條 剩一條 對那一條呢 就是中共的執政地位與制度安全不能碰 這是唯一紅線 換句話說現在的話變成說新疆香港 台灣西藏都可以談了 好像是這個意思的 他的紅線就只剩一條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美國會去跟一個不合法的政府會談嗎 不會啊 美國如果坐下來跟你會談 表示我還承認你的執政地位 那這個是不用說的嘛 不言自明的嘛 可是中共現在把這個當作紅線 這不是很可笑嗎 我如果美國不承認你的中共的執政地位 我幹嘛跟你會談 那中共現在把這個列為唯一紅線 就是你要承認我的執政地位 換句話說 中共現在的很多行為 出現了一個問題叫做 執政的正當性危機 他現在再說白一點 他現在有亡黨亡國的危機意識 他現在處理很多問題 有點荒腔走板 對他來講他已經是顧不得了 他也失控了 然後現在所以呢 現在讓步成一條紅線以後 現在接下來我們看美國怎麼做 美國就是純心刺激你 然後讓你罵 罵完之後跑去歐洲 然後跟這個眾盟友 跟眾兄弟一看 你們自己看 對不對 你們有我大尾嗎 對不對 然後他都敢對我這樣 你們以後算饒擠 真的 美國的盟友一看真的不行 我們你看看 你想想看 你在中共面前 你算哪顆充 對不對 他連美國都敢這樣 披頭那個教訓 對不對 所以德國法國義大利 不用說了荷蘭比利時 對不對 還有摩羅地亞三小國 瑞典等等 大家都發現這樣不對 全部出來制裁了 對不對 所以呢 美國是刺激中共 讓中共展現戰狼的嘴臉 然後回國頭來 從歐洲這邊開始收割盟友 盟友開始站對美國 好 然後呢 這個是一個 然後歐盟到最後制裁來制裁去的結果 現在把最重要的那個 有一點說歐洲背叛美國搞的那個中歐投資協議 現在擱淺 這個很重要 因為本來歐洲想利用美中矛盾的時候去魚翁得利 現在美國這麼也不用說什麼大道理 說你們自己看 那歐洲一看一樣不行 所以站對美國了 然後現在習近平好不容易經營了那麼久的那個歐中投資協議現在泡湯 然後現在看美國這個另外做一件事情 3月18號他們會談 可是那一天 美國自己把一顆衛星自己把它引爆的樣子 然後讓那個碎片去打中中共的另一顆衛星 這個中共的衛星列成21片 變成流星一樣掉下來 那個衛星呢 靠近美國的衛星就是要竊取資料 而且那個是軍事用途 有軍事用途 原來是這樣 所以美國根本就是幹實實實際上的在幹活 不跟你嘴炮 罵讓你罵 罵完之後你看聯合歐盟搞定歐盟 然後呢 太空的那個衛星馬上把你打掉 所以這個美國人就幹實際上的事情 幹實活 對中國出那張嘴我出的是拳頭 好 所以呢 現在我們看到美國純心刺激中共 是挖坑給中共跳 然後呢 這樣的結果就變成說 哪邊有紅線 我就偏要踩你 然後這個東西呢 讓美國盟友看到嘴臉 中共的惡霸的嘴臉之後 其實在反映美國的對中政策三部曲 第一部曲 美國內部整隊 變成說對抗中共 把中共視為美國國家的屬利益的主要威脅 是兩黨共識 民主黨共和黨的國會都一再的通過 對台灣有利的法案 對中國中共不客氣的法案 這是第一個 內部建立共識 現在從國會的共識 延伸到媒體 延伸到大學學校等等 這是第一個 美國內部整隊建立共識 第二個呢 外部合圍 所以請看日本韓國現在拜訪完了打點完了 澳洲印度打點完了對不對 接下來歐洲打點完了 最後還剩一個就是俄羅斯 那俄羅斯的話呢是怎樣 俄羅斯不是跟中共朝鮮要合作說要去美元化 對啊 不是要中俄跟那個元首高峰會了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是俄羅斯最奸詐的一點 挖一個大坑給他跳 因為你搞去美元化是直接挑戰美元霸權 美國怎麼會換過你 所以俄羅斯叫中共去搞去美元化 美國說 就K下去 那俄羅斯到時候就說Sorry 你自己玩 俄羅斯被美國制裁是因為克里米亞半島的事情 所以美國制裁他以後 蘆布大福貶值 俄國就乾脆一發脾氣 把他980億左右的美國公債賣掉 改拿歐元跟黃金 然後現在俄羅斯跟他說 你看你看我都賣光了 你也賣吧 你跟美國對著幹去美元 你要是去美元的話 說不好聽一點叫唯一死罪 伊拉克的海山被幹掉 就是他要用歐元來結算石油交易 利比亞的格達費被幹掉 也是因為他要用歐元或黃金 來結算石油交易 挑戰石油美元 唯一死罪 所以我是替習近平擔心 俄羅斯好陰險啊 俄羅斯說搞他家搞 什麼不說就搞去美元 去美元的話就是直接跟美國徹底翻臉 但是習近平就沒有朋友要怎麼辦 所以現在我們講 這個新疆免的問題 聯繫到其他的 我說他們共同產生一個經濟結果 叫做中共沒有足夠的外匯 來買外國貨 所以最早先 2019年我們總統大選前半年左右 中共把路克台灣的自由行砍掉 團克也砍掉 說是給蔡英文政府的搞台獨一個警告 其實要控制觀光外匯支出 後來對澳洲不買牛肉紅酒龍蝦 也是要控制外匯觀光的支出 然後原來中國遊客在日本英國 法國的百貨公司裡面 大量的中國遊客對不對 對 傻錢啊 現在遊客沒了 現在英國法國 為什麼中國遊客不見了 中國的很多老師 可能那個暑假期間護照要上獎 不讓你出國 所以他現在能省了就省 國內沒錢了 他在控制他的外匯儲備 叫做保外儲 所以只要有找個理由 就下架這個不買那個 說穿了是沒錢 外匯儲備不夠用 所以他乾脆以政治上的理由 跟全世界為敵 然後就這個下架那個下架 不管是三個五個 一百個兩百個品牌 他是實際上沒錢 那不方便民講 那現在我們聯繫到這個 我們說歷史的回顧 看到了歷史的錯愕 就是一個被錯用的民主主義 現在我們看到 你如果把很多實際上的問題 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上升到國家主權 國家尊嚴 這個民主的驕傲這個層次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讓步 無路可退 但是他其實就是一個經濟問題 商業問題技術問題 可以討論 可以交易 我拿這裡你拿那裡 可是你把他上升到國家尊嚴 民主主義的立場的話 就不能讓 不能退讓 搞到自己進退兩難了 對對對 所以他是誤用錯用了民主主義 然後呢 上升到不應該有的高度 把自己給困住了 所以貿易戰不能讓 讓的話就商權入國 李鴻章改成習鴻章 所以呢 現在我們發現 他這個民主主義的擴張上崗 是有利於習近平跟中共 來維護他的政治正當性 合法性 第一個 他合法性開始是什麼 是共韓主義 共韓主義給毛澤東玩到最後 變成文化大革命 那不行 後來鄧小平改成經濟發展 所以中共的執政的正當性 變成說經濟發展 結果現在經濟發展走不下去了 完蛋了糟糕 所以他開始搞什麼 搞民主主義 民主主義呢 讓中共可以凝聚那個內部 民氣可用之類的 誰說中共跟中國人民是分開的 之前美國這樣講 他要對抗 可是呢實際上是什麼 他搞的不是民主主義 是集體主義 就是你們每個人都要表態效忠 向黨靠攏 所以變成是外面是一黨專政 裡面是一人獨裁 所以他即使他保的是這個 他保他的政治地位 政治權利 然後呢號稱國內的話 運動動用這個民主主義情緒 他是相當情緒的 所以你如果連結到義和團的話 坦白講根本不樂觀 因為你是把民主主義 用在錯誤的地方 我們不是說不要好的民主主義 但是你這個民主主義這樣做 是錯的 是糟糕的 他其實是掩飾他外費儲備不夠用 然後這個不滿 那個不滿 我去一起玩 是 有 我們可以來玩 我覺得 是